芯片企业怎么就见到关门潮了呢? 几天前TCL旗下的模型半导体宣布解散了 这是今年即OPPO解散了哲库 极力终止了星际魅族之后 又一家知名的企业解散了自研的芯片团队 有媒体统计说是成立不到五年就解散的芯片公司 都已经超过一万八千家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对中国企业来说 造星的理由只有一个 但是放弃的理由有无数个 像TCL它的电视销量低 但它没有画质芯片 得跟联发科买 李东升想破局就成立了模型半导体 两年来TCL一直在给模型书写 2022年财报 TCL的营收1666亿 净利润只有2.6亿 赚的也是个辛苦钱 电视的成本里面除了屏幕之外 第二大块的就是芯片了 再看联发科的财报 2022年的营收1200亿人币左右 利润260多亿 营收只是TCL的三分之二多 但是利润却是它的100倍 也难怪李东升横下心来要干芯片 但为啥干了两年就放弃呢 有人说是因为人工成本太高了 说整个公司45%的员工 月薪在39000到55000之间 但这公司就100来人 就算50个人月薪4万 一年算下来 人工成本大概在5000万上下 感觉单凭这个数字 应该不是致命的因素 更大概率的可能 还是看不到希望 想想像华为这样的硬核科技的公司 从推出第一颗芯片到拿出麒麟9000 据说是用了10年花了5000亿 而TCL是一个家电企业 它也没有相关的技术积累 虽然说从国外高薪引入了人才 但是想突破实在是遥遥无期 当然了很多的企业确实是被钱难倒的 像以前是故事讲得好 有一定的技术和产品落地 就有大资金奶单 但是2022年以来资本市场遇冷 多数的半导体企业难以拿钱续命 淘汰出局 凭着血性造星因着现实落幕 造星热潮也消耗掉了巨大的资源和信心 所以怎么办呢 可以借鉴一下吗 像上个世纪60年代 日本开始芯片追赶 1974年 日本4K存储芯片只占到全球10%的份额 美国占了85% 这个差距多大呀 紧接着IBM就开始研发大规模集成电路了 这个事也是耗资巨大的 日本单个公司肯定有心无力 那后来日本就成立了 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的研究开发组织 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组合 它囊括了日本所有的大型半导体生产企业 也就是日本电器 东芝 日利 富士通 三菱电机 这五家企业的副总裁是每个月至少碰头一次 对于重大的事项商议拍板 五家企业还都派研究室主任加入研究组合 保证技术协同 而为了促进竞争和效率 日利 富士通和东芝这三家公司 牵头成立了三个独立的研究室 攻关同一个目标 结果三支队伍竞争相当激烈 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而且三个小组各自联动上下游的企业 多达五十多家 就带动了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大发展 在几年之后 日本企业率先将64K的存储芯片 推到了市场 再后来 在256K的竞争中 日本企业拿下了80%的全球市场 迫使英特尔 摩托罗拉等等 多家美国的半导体企业 退出了存储器市场 后来 以竞争和市场化为主导模式的美国半导体行业 也借鉴了日本经验 成立了半导体制造技术创新联盟 每年预算2亿美元 一亿由国防部出 另外一亿由IBM 英特尔等等十家公司分摊 它后来 就演变成了上下游企业间的研究联合体 以及纯粹的民营化的研发组织 对于追赶者来说 最宝贵的是时间和金钱 试错成本太高了 也许强强联合的方式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呢 毕竟我们有像华为 像中兴国际这样的领头羊嘛 A股这是真要变天了吗 护制连长8天了 成功拿下了3000点 与此同时呢 之前村里面开的各种座谈会的相关信息也传了出来 那这位新村长是什么风格 可能会怎么干呢 或许从公开的信息里面可以大胆的假设一下 这次新村长就职的时候呢 离春节只剩下一个交易日了 可以看得出来上面这是一天都不想再多等了 而根据参与了座谈会的人透露说 新村长自己都说了 他当天是三点谈话 五点就上任 从履历来看 这位新村长也是第一个出自证券系统的 之前的九位全是来自银行 那这两个系统最大的区别很直观呢 一个是直接融资 一个是间接融资 这位新村长最开始在村里 也担任过机构部 基金部 风险处置办主任 算是中层干部 之后呢 回到上海地方任职 16年到17年担任了上交所理事长副部级 跟证券会副主席是级别相当的 但是他在这个任上的时间很短 很快又回到地方了 有人说是因为他的作风太强硬 所以跟系统不太合 这个东西呢 咱们没法证实 但如果属实的话 只能说是更加体现出了高层的决心 而新村长确实有个外号叫 券商屠夫 他本人自己也知道这个外号 所以呢 在未来的严监管是基本上确定的 另外由专业系统的人来当村长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 他真的懂行啊 周星驰有部电影说的很经典 贪官要监 清官更得监 否则清官怎么斗得过贪官呢 现在我们知道A5市场里有一群害群之马 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钻制度的漏洞套利 那最好的办法不就是找一个更专业的人来堵住这些漏洞吗 从这个角度来看 可以对新村长抱以更多的期待 再就是新村长密集的召集了十几场座谈会 对象包括有中小散户 也有学界的专家学者 还有这个券商基金和外资机构的代表 反正综合目前了解的信息啊 大家主要反应的诉求在几个方面是比较强烈的 第一呢是觉得交易制度不合理 机构可以做空还可以T加零 那散户本来资金信息上都没有优势 连交易制度都处在下风 怎么赢呢 所以就有人建议可以在大篮筹机油股上是不是先试行一下T加零呢 还有啊转融通就是个大坑 机构用这个来套利 尤其是搞那个低价定增高价融券来做空 简直就是无风险躺赚等等 还有第二点就是咱们既然要建立金融强国 就应该设立一个凭准基金 不过呢这个凭准基金恐怕也不是光正监会就能搞定的 所以这个事要恐怕得从长计议 还有第三呢是对一些机构要进行规范 比如说像量化 虽然说单个机构的策略对市场来说是中性的 但如果市场出现了极端偏移的时候 量化基金很容易因为策略趋同而加剧市场的波动 再比如针对公务基金要改革他们的激励机制 收管理费不能光看规模不看业绩吧 还有第四就是咱们的A股要做好制度建设 短期呢得稳定市场的预期 长期得打好制度的基础 注册制市场化 方向是对的 但是配套的严行俊法得跟上 比如说有的专家就建议 凡是协助造假上市的 吊销他们的执照 起码得让他们两三年都做不了业务 这样肯定就会有威慑力了嘛 还得强化上市公司的治理 而且政策的导向也得从重融资 向重投资转变 而对这些建议 新村长也说了 能够改的立马改 改不了的会给理由 当然了我们也知道 这个得考虑一些现实情况 比如说之前市场上都在流传 说是证监会要对IPO倒查十年 但是呢最新就今天的这个 证监会的发布会上 就否认了这个事 这也可以理解 过去十年可是上了 接近三千家的公司 证监会的主席都换三届了 牵扯的方方面面实在是太广了 真这么干的话呢 确实不是很现实 但是呢证监会已经明确表态 以后处罚的力度只会越来越大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为了抢一位歌 新多差点要引发外交风波了 像泰国菲律宾 最多在说新加坡 你凭什么垄断美美在东南亚的演唱会啊 因为最近新加坡邀请了国际巨星美美 连续开了六场演唱会 每一场呢政府补贴给她300万美元 而六场演唱会就一共补贴了1800万美元 而且呢新加坡政府还免费提供 国家体育馆给她用 而结果呢 演唱会30多万张门票是一抢而光 二手的VIP票炒到了1万多美元 有一些豪华酒店推出的演唱会套餐 价格超过26万人民币 都很快售庆了 数万游客因此涌入到新加坡 从亚洲其他国家飞往新加坡的航班 成了美美粉丝的专机了 某家国际机构测算 假如有70%的观众是从国外飞来的话 那美美给新加坡能够带来 至少5亿以上新币的收入 超过25亿人民币了 这简直堪比一次小型奥运会啊 而新加坡政府的神操作 也让我们开了眼界了 原来政府的招商影子 可以如此的新潮时尚吗 原来公款消费可以如此的喜闻乐见 一个国家为了拉动经济 虽然可以为一位歌手 投入如此巨大的资源 泰国总理看了之后呢 酸溜溜的说 早知如此 我砸锅卖铁邀请美美来 只可惜啊 新加坡这回给美美要的唯一条件就是 巡演东南亚是吧 只能选新加坡这一个地方 新加坡的国土面积 只有北京的二十分之一 但人家这回把美美给承包了 咱们整个东南亚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新加坡数钱 2023年的时候 美美美国巡演 拉动了消费46亿美元 有一些城镇增加了95%的收入 有机构测算 说如果美美是一个经济体的话 那它的经济规模超过世界上50个国家了 既然新加坡的弹丸之地 都能搞上六场演唱会 那咱们这么多的大城市 是不是也能把它请过来搞上个16场呢 那得来多少人挣多少钱呢 要说起来 这个演唱会对经济的拉动确实挺强的 去年夏天 周杰伦海口四场演唱会 给海口创造了旅游收入9亿多 比当地五一假期的旅游收入 还要多出一个亿 但是话说回来 这回呢 美美是从曼谷 还有中国澳门 中国香港 以及新加坡的PK中 选出的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给的条件实在是太有人了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复制呢 确实不容易 首先啊 新加坡这回是政府带队洽谈 提供各种的公共资源 而国内演唱会呢 咱们基本上都是私人公司投资的 实力上无法相提并论 第二 美美出场费非常的高 需要8万人以上的场馆 才能回本 而国内合适的场地就不太多 还有第三 国内不允许有延伸舞台 大道具 烟花火焰什么的 但这回的巡演舞台 几乎延伸到了场馆的一半了 国内消防肯定很难批准 还有第四 这回美美演出 史上接近四个小时 国内呢 一般只允许两个半小时 更不用说海外明星来演出的话 也会有很多繁杂的规定 所以说呢 如果想要请他来拉动消费的话 真得突破不少规定了 但是细想想 最近其实我们也挺拼的 光是为了吸引外国游客 新政策就出了不少 比如说多国免签 还有开通网上支付 挂外国信用卡等等 但是目前来看 这些措施的效果都比较的温和 那么看了新加坡的玩法之后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更加大胆一些呢 美美在2023年 打败了Chair GPT支付奥特曼 被评为了时代杂志年度人物 哈佛大学还专门看了一门课程 来研究美美经济学 人们呢 总是愿意为自己喜欢的人和故事买单 无论他的起点有多么的频繁 来自陕西农村的董雨辉 成为了国内带货第一人 而来自美国宾州农村的美妹 成为了全球最有超能力的明星 看来流量才是拉动消费的密码呀 该来的终究还是会来的 恒大系的三家上市公司 中国恒大 恒大汽车 以及恒大物业 在国庆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日 突然在港交所集体停牌了 发生什么了呢 之前有路边社传闻 说昨天许老板个人 是发生了一些情况的 搞到恒大系的股价也纷纷暴跌 两家跌了20% 另一家也跌了14% 三家公司都已经沦为先股了 加起来的总市值只剩下167亿港元 还不到鼎盛时期的1% 真的可以说是只剩下一点渣渣了 恒大目前呢 对于许老板的这些传言 还没有做任何的回应 虽然说这些年 恒大和相关公司 已经涉及到了多起的司法案件 但许老板本人并没有受到牵连 甚至他都没有被限制高消费等等 现如今无风不起浪的 突然又有了这样的一些传言 或许形势上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在恒大爆雷之后 摊子就一直在那摆着 但是最近形势又开始急转直下了 先是恒大地产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使得它境外债务重组 基本告吹 原来打算的借薪还就没法操作了 接着是9月16号 恒大财富的总裁杜亮等等 被深圳南山公安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而杜亮可是许老板的铁杆马仔 直接原因或许是跟恒大财富 在8月底停止了兑付有关系 这些年其实国内处理类似的事情 默认的方式就是 留着你的自由身 但你得收拾烂摊子 得想方法还钱 如果连牙膏都挤不出来了 那就只好请你进去吃公家饭了 我看到网上有很多朋友都在问 说许老板咋不学学假会计 认到国外去呢 其实他俩本质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回想起来 假会计主要坑的都是有钱人的 像刘涛等等的明星 包括许家印孙宏斌等等的大老板 还有上下游的供应商等等 除了股民之外也没坑穷人 而许老板要面对的债主就更加广泛了 除了金融机构之外 还有上百万的购房者 假会计的债主主要是在国内的 所以他待到那边或许是安全的 但许老板可是借了一大把的美元债的 所以那边也未必安全 周期天王周金涛曾经说过 人生就是一场康波 有人一开始踩中了时代的风口 而杠杆成为了他最拿手的工具 曾经是数度面临绝境 比如说08年的金融危机 以及2016年的去杠杆 但侥幸的是 第一次是靠着4万亿救市 第二次靠着彭改的浪潮 居然都强势翻盘了 成了最大的赢家 时代的给予给了他丰厚的馈赠 在高光时刻的确是众生喧哗 但是这一次命运的天平 或许不会再继续倾斜了 一个个草莽式的商业传奇 或许真的到了落幕的时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